今年中超,无论是帮手争冠还是防卫保级都十分刺激,在保级方面随着一方击败负利取的连胜,整个保级区范围又被扩大,目前从第九位到第十五位的积分差距仅有六分。 算上倒数第一的贵州队也就是说一共有八支球队,降级的可能性都比较大,绝对一场混战。 首先本轮比赛有三支保级球队适应球,分别是一帮3比0赢负利,亚太3比2级外恒达以及华夏1比0赢贵州。 目前后两队亚太和华夏同级21分,处于相对安全位置,而亚太取得两年胜后就更令保级形势变得混乱。 他们现在已经反超重庆一分,但后者正式跌落降级区,在经过世界杯之后的休息,一方核心卡拉斯科及时的付出,换起到了关键作用。 两场比赛为球队贡献了一球两助攻,带领球队一扫退是本赛季首次冲出降级区,而被他们拉下水的重情在坏率后,也为烟起色,继续遭遇连败。 作为中国足坛的老牌球队,重庆先在内又外患,球队半年内亮度换帅其带来的震动,不是一两场比赛就能平复。 考虑到他们接下来的赛程非常艰难,恐怕此次一掉下去不能重新站起来。 当然情况最悲观的还是贵州,昨晚的势力已经让他们被倒数第三球队,拉开到八分差距,未来还要面对申花、鲁能和全界等强队,要想拿分机会同样渺茫。 此外像全界、人和以及剑烈等队,仅仅比降级区夺夺出六分或三分的差距,两场比赛就足以被拉近,降级区。 所以积分板后8位的球队,都面临着保级威胁,连赛还剩13轮谁都没有勇气,保证自己下赛机一定能留住中昌。